那我先就是简单介绍一下 今天的两位讲者 那我先介绍今天的讲者是邱伊林 伊林他就是本身现在是在那个AI 就是人工智慧 是那个国际特色组织 台湾分会的秘书长这样子 那他之前的话也曾经是在 台湾人权促进会担任那个秘书长 那他到今年1月的时候 然后换到AI这边去 那其实他也都是一直在 台湾的人权的工作上 一直有很多的累积 然后还有一些专业跟那个就是努力这样子 然后那就是另外一位的话讲是邱伊 邱伊的话他是一个另外一个国际组织 叫做FIDH是那个国际人权联盟 那他们的总部是在巴黎这样子 然后他现在是东亚事务部的主任 那他们的办公室在台湾 可是就只有他一位 另外一位是在泰国嘛 对不对另外关系在泰国 然后他们去年然后他们也很成功的把 就是他们40年的年会 然后一起拉到台湾这边来做举办这样子 然后是也是就是整个在那个人权 国际上的人权很重要的一个组织这样 那或许他待会可以再跟我们都介绍一下 有关于他们组织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 那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主题呢 其实我想要先用一个地方来切入就是说 因为就是防疫错 因为这次疫情实在是来的有点突然太突然 其实对我可能都有一点点不知所措 所以很多国家他们后来开始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他们就宣布了就是国家进入一个紧急状态 然后这个紧急状态同时都会限制了很多的自由 那台湾的比如说像刚开始最开始的话 是在中国那边武汉因为可能是疫情它的发源地 然后他们就开始就是进入所谓的封城 然后就限制人们的自由跟行动 然后开始就是做一些措施这样子 然后到后来的话欧洲也开始逐渐的 就是他们三月大概三月中左右 疫情开始越严重以后 他们也开始就是限制一些人生的自由 就是请白羊都待在家里 不要再就是出门这样子的状况 那其实如果说从这两个 因为台湾没有封城 所以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做一个举例或什么 可是比如说从我们这两个例子看到 就是中国他们在所谓的限制自由这个部分 我想这个应该是比较是最严格的 就是真的都是待在家里面都不能出门 然后那可是就是如果说在欧洲就我知道的情况 比如说像法国然后或者是其他一些国家 他们虽然是所谓的就是说 像你待在家里封城的状态 可是他们还是说你可以自己写一个声明 然后你有必要的话 你可以出来买买东西 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就是遛小孩啊 或是遛狗啊 就是你每天可能有一次可以出门机会 那不要就是说两个人以上 或者是三个人这样子 就不要是一个群体性的一段式活动 那从这两个例子来看我们就会 其实我觉得就可以比较说 我们那个所谓的自由的界限 你要怎么样去限制人的行动 他的界限该怎么去拿捏 这个就是两个很蛮极端不太一样的例子 那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是说 虽然台湾这次防疫很成功 我们没有就是进入说大家要到封城的一个阶段 那可是因为这个疫情毕竟现在还没有结束 那其实大家都还可能在想说搞不好还会有第二波 那这个时候或许就是一个我们在这个可能有一点时间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说现在我们最我们这次做的防疫措施 有没有一些是过于限制过于严格或是过于就是不太对 然后会有点是侵害到我们的隐私权 或者是我们的自由的一个部分 或者是说我们还有哪一些没有被我们可能没有被招呼到的人 这样子 比如说像是有一些可能身体智障部分的朋友 然后他们其实在做这些简易的时候 其实我们并没有针对他们去做设想一些特别的方式 去符合他们的需求 那等一下的话会先由伊林这边 然后来帮我们就是讲一下说 其实在国际上可能有哪一些侵犯到人群的一些例子 然后再带到台湾来 然后跟大家去做一些分享跟讨论 然后还有说就是可能他们有一些之后怎样的呼吁 那希望就是说政府在做之后的一些防疫措施的时候 我们可以更谨慎一点点 那我现在就先把那个主席帮交给伊林 谢谢 嗯 嗯 嗯 你换一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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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哦好 会在大声吗 喂好 大家好 我是休伊林 然后是国际政治主持臺文分会的处理掌 那就是很高兴整午今天邀请我们 一個總部在倫敦 一個總部在哪裡的 兩個國際組織來談這個話題 那其實在疫情到現在 其實我們也看到台灣在地的 也有不少的人選組織也針對一些事情 有發表過蠻多的一些聲明 不管是我過去的組織台灣人選組織會 那或是像人選公益失靈監督聯盟 其實也在這裡辦了好幾場的 人選新的山也有在討論一下 剛剛講到的就是神經障礙者的一些 就是他們在詳密的說實底下 他們可能會遇到的一些問題等等 之前有來聽過人選新的山的 這類的演講活動可以舉個手 有 因為我也是人選公益失靈監督聯盟失靈 那但是因為我 今天可能會比較是從AI的 就是因為我們其實從大概2月開始 也開始針對這個疫情的部分 也關注到了他 就是本來大家可能會想說 這是一個公共衛生的事情 或是這是一個醫學 醫療上面的問題 那跟人權的什麼都還知道 但是因為其實我們就看到說 各國其實就是開始做了很多的一些 政策上面的一些措施 所以事實上開始就也有 包括AI 包括一些人選團體 其實都有針對相關的一些措施 其實都有發表一些聲明 那其實因為這次折舞 我先介紹一下那個AI 就是我們是一個國際組織 總部在倫敦是1961年 英國的人權律師所創辦的 那目前選手有大概800萬多位的支持者 那我們就是一個滿強調就是說人民的力量 希望是透過個人的支持 以及一切款來去就是推動人權的商品的行動 那剛剛有知道說 事實上這個病毒的發展 就是其實某個程度上它改變了 我們現在的社會原本運作的模式 當然有提到說像封城啊 或是叫大家待在家裡 所以我們現在可能台灣可能還 我們大概就是現在可能就是你出門要戴口罩 就是我們生活上面的改變 好像還沒有那麼的巨大 但是像在歐洲可能有很多人 可能是已經封城一個多個月兩個月了 那他們可能那個整個生活改變很大 很多人就是他們是不進辦公室上班的這樣子 然後台灣也是啦 我們就是也有一些不能聚會 所以像這類的聚會大家就是要保持安全去地方 而且很多的聚會其實都取消了 我們包括很多團體的會員大會啊 或是很多演講活動都因為一些這樣的關係都取消 那甚至我們其實也有看到說有一些 我好像婚禮也沒有取消 婚禮也沒有取消 婚禮也沒有取消 你不是延期而已嗎 就是很多大型的聚會都因此取消 有時候這樣的一個疫情 其實的確改變了我們原本的生活方式 那到底這樣的一個改變 到底是把我們帶上一個比較好的方向 好好喔 大家都在這樣工作 某個程度好像也不錯喔 那還是是一個不好的方向 就是其實很多人都一直在問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疫情過後到底我們全球 不是只有台灣 就是我們全世界我們到底要往哪裡走 因為我們看到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一些不一樣的思維出現 那就是我們所謂的常態其實已經 有所謂的一個新的常態的一個產生這樣子 那其實哲學星期五嘛 所以你就會看到說事實上在 應該是上個月而已 反正就是疫情開始之後 沒多久就是有不少的哲學家們 就是在網路上面也是發表了好多的文章 連評論這件事情喔 然後他們彼此之間也是炒翻篇這樣子喔 像那個阿甘本喔 如如大家有聽過就是他就是 蠻有名的一位哲學家嘛 他的另外狀態這個 就是一直都是常常被用來去分析一些 就是社會上面的一些現象啊等等 那他就是非常嚴密的去批評說 一大陸政府喔 他是覺得說這個疫情 這個是他講的喔 結果他就覺得說這些政府啊 就是利用這樣的一個疫情 然後去把這個整個 我家都變成是一個法外的狀態 然後把這個法外的這些狀態 就把它合法化這樣子喔 然後他覺得說 已經完全的超乎這個比例而生喔 然後就是立刻宣布這個疾病啊 然後限制很多事情啊等等 然後覺得是完全不靈性的 完全沒有根據等等喔 那就是一個非常嚴密的疾病 那當然其實他的這個疾病 那當然也引起了其他的 不少的哲學家的不同看法喔 就是因為他就講的蠻嚴重 他當然也把那個Foucault 就是他們以前有非常多的哲學家 之分像艾滋病的這件事情 就是當時可能也有很多人 對於艾滋病的理解 因為不是那麼的充分喔 所以就是當時的這個疾病有被 不管是被汙泋化 甚至是他利用科學的這樣的方式 這樣有選避寫的方式 然後去嚴加的去控制某一些 像同性戀的族群啊 或是等等的這些人 那所以當時他們就是這些阿甘本啊 還有像有一些他們就開始在傳 這個早期走後就是復科的這個哲學家 對於像這些就是像艾滋病啊 這些疾病的一些樂趣去批評說 這一次的這樣的一個疫情 是不是也是有一種這樣的一個過渡化的 這樣的一個傾向 那當然有一些哲學家其實是不認同的 他們就覺得說 可是好像用這樣的一個太理論的東西去 批評現在這樣的一個這麼突發的 這樣的一個緊急的政策 然後其實大家都還搞不清楚到底 比如說冰毒啊 或者說到底要怎麼防疫啊 或者是到底要疫苗到底在哪裡等等 大家都還搞不清楚這些情況 然後就這麼嚴厲的筆記 然後就覺得說 這是不是這些理論家這些哲學家 是不是太過頭了 是不是太...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所以也有一些人是很反對的 然後就覺得說 不要只是用過去復刻的這些東西 把它翻過來去 就是重新去講這些東西而已 但是事實上的確就是反正很多人 都有提出自己的看法 那有一些人也開始... 有些哲學家也知道說 事實上有很多政府開始用一些戰爭的語言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 在進入這個戰爭狀態 緊急狀態 然後這個我們要... 很多事情我們都... 比如說有很多政策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公開的 去跟世衛大眾說明性的政策 更細節的內容是什麼 那很多東西變成一個機密 那或者說有很多一些很重要的人權議題 那現在很多全部都被擱置都不討論 像我們常常一直在倡議的這些事情 可能大家就... 已經全部都不是這個政府的優先的... 考量的... 不管是法案啊 或者是這個相關的一些政策 都不再是現在最重要的議題 現在所有的事情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防疫 其他都往後防這樣子 所以這些麻煩的公共討論都往後防 那甚至也有看到說有很多人... 一些國家他們甚至趁機去... 比如說把一些本來是環境上面的一些規範 他把它取消 台灣其實... 不曉得你們會注意到 但有類似的 那時候有在說要把一些... 那個... 蛤? 餐具嗎? 不是... 是那個... 就是他們好像說紓困 然後也要去補助那一些違章的工廠之類的 就是... 就是原本的一些關於環境的一些規範啊 一些法規也是趁機就是說... 啊...現在這個都不重要 這個... 紓困啊... 或者是防疫啊... 都最重要這樣子 那...或者甚至是... 我們也有看到說像... 比如說有些國家他們本來就是禁止破胎啊... 什麼的... 他們也趁機再繼續去... 繼續說啊... 他們這樣就是... 破胎就是... 非法... 就是... 不可以喔...等等的 那... 所以就是... 你就會看到說... 的確也有一些人開始注意到說... 有很多國家他其實趁著這個機會 然後去... 把一些違反人權的事情然後再把它更... 更加去拓展喔... 那... 在這樣的一個時刻底下 我們其實是很期待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的 我們是... 我們是很期待這個... 就是在防疫的時候政府是... 比如說剛剛有人就會講說... 北韓... 就是覺得說... 政府如果可以... 非常的有魄力的去... 做一些事情... 然後立刻的去... 這個... 阻絕掉一些病毒的蔓延啊... 等等的... 那好... 大家就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英明的狀態 那... 既然大家都很恐懼這個... 疫情嘛... 所以我們... 當然就是要... 這個... 要向我們的... 我想我們... 也一直不斷在稱呼我們的政府... 有很多神嘛... 對不對... 就是... 他們... 就是... 他們既然可以做得這麼棒... 那我們是不是很多事情就不要再質疑了... 就不要再批評了... 那... 但是不是... 是說... 這些... 這些人家講的這些問題啊... 到底是不是真的對他們... 想太多了... 是嗎... 那... 事實上... 我們可以看一下就是所謂的... 新常態的出現... 像這幾天... 我們看到台鐵在說... 哦... 因為現在防疫不是... 就是禁止集會嘛... 所以台鐵那個本來... 大廳後來也是全部禁止大家啊... 本來每個週末都會... 有這個... 移工他們會在那邊... 都在那邊聚會嘛... 那... 因為防疫的關係... 所以就全面禁止了... 結果台鐵現在就說... 欸... 我們未來要... 永遠... 我們要保持這個防疫的習慣... 我們以後... 永遠... 這個大廳都要禁止大家... 坐在你們的地上... 然後開始就引起很多人批評嘛... 就說... 你根本都沒有設椅子... 然後還不准大家坐在地上... 那台鐵這樣的一個空間... 就是他... 台鐵自己有講說... 哦... 因為樓上有餐廳啊... 你要坐你... 餐廳有椅子啊... 你就花錢去... 二樓的餐廳坐嘛... 那大家就會批評說... 哦... 是不是只有有錢的人... 消費得起的人... 才可以... 才有地方可以坐啊... 其他人... 就是這麼大人... 一塊空地... 都不... 都不可以... 讓大家休息... 就是只能這樣... 經過而已... 當然有些人就說... 啊... 坐在那邊怎麼有礙觀瞻啊... 怎樣... 那... 的確你就會看到說... 欸... 的確... 有一些... 所謂的... 新的常態出現了... 所以說有一些... 因為疫情的關係... 而改變了一些政策... 欸... 好像有一些... 想要把它繼續延續... 就是等到疫情過後... 我們都想要繼續維持了... 這樣的一個... 一個狀態... 那這些除了... 這個台鐵大天之外... 還會有什麼... 你不曉得喔... 所以剛剛... 哲學家所講的這些問題... 真的都不會是個問題嘛... 那... AIA... 我們國際特使的組織... 其實在2月的時候... 就開始有針對... 我們看到的疫情... 開始出現之後的一些... 問題... 我們就認為說... 其實所謂的... 這樣的一個新冠病毒的出現... 它其實並不是... 就它對人權其實是有影響的... 那一開始其實我們有提了... 七個問題... 就是蠻早期的時候... 就是提醒說... 當然最早期的時候... 我們看到說... 因為中國隱瞞疫情嘛... 就是它是... 本來是有一位醫生... 有一位醫生... 然後他早就已經發現說... 這個疫毒跟SARS很像... 然後他就開始已經在... 他的社群裡面... 他的醫生社群裡面... 去提醒大家... 要注意這件事情... 結果就... 一刻被中國當局... 比如說... 你是在... 散佈假消息啊... 你是在... 製造恐慌啊... 什麼的... 然後就把它... 關起來嘛... 禁止他再繼續發布這些訊息... 那這位醫生... 後來他自己也... 因為他... 他的病人... 其實... 他後來就看到... 他的病人也是... 感染了... 這個... 新冠病毒... 然後他... 他也是在過世情的時候... 然後他自己也被感染了... 最後他也過世了... 那... 所以事實上... 從一開始的這個... 中國的這個... 對於... 言論的審查... 然後... 人民自治的權力啊... 這些問題... 就已經... 影響了大家去... 真正的去了解... 這個疫情的... 真實的情況... 所以... 這個是我們覺得說... 對... 言論自由的一個... 影響... 然後導致... 我們其實的... 整個... 全球的防疫... 沒有辦法... 即時的去... 做到... 讓大家注意到... 在這裡... 或是說... 中國從一開始... 也是一直不斷去... 遊說... 這個不是一個... 緊急的... 很嚴重的... 崩位事件... 然後... 不要... 不需要發布... 這個緊急的... 這樣的一個... 事件... 那當然... 最後其實... 大家就看到說... 整個大半年... WHO... 最後還是... 還是... 就是一個... 非常嚴重的事情... 好... 那當然... 因為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的健康權... 健康權當然也是人權嘛... 他也受到了... 這樣大的影響... 然後... 這些... 對於... 言論的審查... 其實... 到... 到目前... 其實... 中國仍然是持續的... 我們看到說... 仍然有一些公民記者... 他想要去... 報告裡面的一些... 情況... 不管是... 封城的情況... 或者是... 大家的... 生活的情況等等... 那... 有一些公民記者... 都還不曉得... 他們的下落在哪裡... 他們... 那些... 就是... 影音的資訊啊... 文字啊... 也全部都... 被中國政府... 就是要求... 就是... 把它拿下來... 不可以再繼續散布... 那這也是... 用這樣的一個... 各... 不實質中國啦... 有很多... 等一下... 我們的... 這個... slide裡面... 也會知道... 也有蠻多的國家... 就是... 也是用所謂的... 禁止假訊息... 這樣的一個方式... 去... 前世人民的言論... 那當然... 還有像這些... 歧視啊... 手外的這些現場... 也都是有看到的... 就是說... 有一些... 國家... 有些餐廳... 他們是直接... 他們如果看到你好像是華人... 他們就... 不讓你進來了... 那... 台灣好像... 應該... 還沒有... 還不至於... 有這樣的... 可能在... 歐美國家好像... 就是這樣的一個... 情況是蠻嚴重的... 那... 包括像... 我們看到在中國... 好像有一些非洲人... 也是有被... 種族歧視的一個狀態... 那... 甚至... 在這過程裡面... 有很多的一些... 所以... 稅務人士... 也... 仍然持續的去找到... 這個恐嚇啊... 或者是騷擾... 然後... 還有... 我們看到有很多的一些...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 有很多國家開始說... 我們要... 禁止這個... 外國人進來嘛... 那... 一開始甚至是... 比較針對... 現在就是說... 針對中國人... 就是說... 欸... 中國人不准進來... 那... 開始接下來就是... 更多的這個... 移民啊... 納民啊...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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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是... 我們在... 滿早期的時候... 就提出來... 去... 呼籲各國政治... 一定要去... 注意到我的面向... 好... 這個是可以點的嗎? 這是一個... 短的... 影片... 這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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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可以把他放... 水裡面... 啊... 那他來...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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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下... 這個... 這裡... 這個... 這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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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 可以回到下面一遍 其实你就会看到说 其实除了刚刚讲的一些延估的空管啊 或者是边境的管制啊 那我们现在蛮常看到 大概就是各国证你们其实就在里用 不管是你的手机啊 或者是一些APP 就是来去追踪这些感染者 或是可能有接触到感染者的 还有没有其他资讯我们其实也都不晓得 那这些东西到底会监控多久 也没有人知道 那我们刚刚看到说在这个影片里面 我们也有发一个声明啊 就是说其实已经有 其实到目前为止 其实全球已经有30级的国家 都在用这样的一个监控的方式 在去追踪这个 就是可能的感染者的相关的一些位置 然后所以这个是非常普遍的被监控 然后我们其实 刚刚有提到南韩嘛 他们发了那个细胞解军 那其实台湾我们也有嘛 就是也发了 应该至少有两次吧 一次是那个轮船的那个 就是钻石公主 他们有经过的那些位置的 然后这个政府就去跟这个电信公司去要说 那几天有经过这些位置的人 就发了好像也是六十万封 西方解军给这些人 好那所以那这些这样的一些做法 他到底比如说他到底有没有明确的 法律授权啊 然后或者说他有没有告诉当事人啊 或者说他到底除了那个发简评之外 他还没有做其他的事情 然后以及这些资讯到底 比如说政府去跟这些电信公司 要用这些资料 他以后到底还会持续什么应用 其实都没有 都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就是说明 那我们当然看到最夸张的就是中国 他当然影片里面有看到 他除了这个用手机去追踪你的这个位置之外 那可能在你很多地方他都会要求说你要出示你的身份证件 然后甚至他直接是有所谓的健康条码 就是你被显示为红色绿色黄色 那你就可以你可不可以出入这个城市 甚至你可不可以搭高铁 你可不可以搭火车 你可不可以搭大宗旅行 都跟你的健康颜色有关系 然后甚至他会还有所谓的这个火车定位系统 那就是更复杂的去限制了你的这个 你可不可以买票这样子 然后甚至他也用这些科技的方式去全面的去监控 这些人权的工作者 所以包括像之前在这个疫情期间被释放出来的 中国的一位危险律师王权章律师 那他也是全面虽然被释放出来 但是他其实是出来之后 就是全面的被监控的他的一局 那其实不只是中国 刚刚提到全世界好多的国家 都在用这些所谓的应用程式 来去追踪就是可能的感染者的情况 那甚至像还有一些国家 他们是甚至要求说你要拍照 把你自己 就你可能每天要拍一张照 你确定你没有离开那个家里了 或是什么 就是定位 然后那这东西会不会结合人业 这就是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是其实都没有人去质疑说 那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全面的监控的这样的座位 他到底是不是有符合隔离人者 然后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法律授权的情况底下 那到底这样的一个牵绘 比如说他未来这些资料会不会用多久 也没有人知道 那以色列也是 他就很明确他们甚至是通过一个 国会通过一个法令 本来他这个监控的这个措施是要维持三十 三十天还是多久 本来是有一个时间限制 但是后来他们就说要一直持续到 那个紧急命令结束为止 那到底什么时候紧急命令会结束 没有人知道 好 那其实有一个科技公司合作的 那跟他们去买这些相关的一些监控的工具 那其实有一些恶名招商的一些监控的公司 像MSO Group 他过去是明目张胆的 就是去发明一些恶意软体 来去监控人群组织 像AI的 也都被这些组织 他们发明的这些监控的恶意软体 来去做过公职 或者是去 就是想要去 就是要去看说 你们到底在把握哪些讯息 然后他要看出你的电脑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那这样的一些公司 他们却有很多政府是直接去跟这些企业合作的 那这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就是到底有没有问题 它到底有没有侵犯到我们的人群 那这个可能都是被 就是其实应该要去 要有一些更清楚的 然后更被就是 困责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情况出现 可是这种也没有人去 这到底我们的政府 有没有跟这些合作也没有人手了 然后如果今天 就算真的有去买这些东西的话 那如果有人群传品 像这块11 可能也会有人说 现在我们是疫情期间 所以这个监控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的 但事实上 你有看到说事实上在 因为那个AI是在伦敦嘛 然后所以事实上 其实也关上说 欧洲的非常多的国家 都不断地在用这样的一些科技 再去想要去追踪相关的一些人口 但是其实我们也都不断地在呼吁说 即使是在这么紧急的特殊的情况底下 其实人权应该还是要被尊重的 那所以其实大家就会很 包括说那个欧盟其实 他们自己就是有关于各资方面的 已经通过了欧盟的各资法 GDPR 那事实上这个是欧盟所有的国家 都应该要遵守的法律 所以事实上AI那时候 就有发一个报告 也包括一个声明 就是去呼吁说 即使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我们仍然不能够去逾越 欧盟各资法的这些相关的要求 当我们要去做这些相关的监控的时候 我们仍然要遵守 GDPR的一些相关的规范 那甚至也去呼吁说 我们不要把这么多的一些监控的资料 都交给单一的独大的科技工资 那比如说大家可能很多人会 都用Google或是Apple或是Facebook 那这些东西 那这些他们也发明了很多的一些 相关的软体去协助政府来去做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监测的措施 那其实AI就是认为说 即使我们要做监控 我们也应该要去 就是不要这么集中 把资料都交给某一家大公司 那如果我们全部都交给他们 那未来这些公司 他会怎样去利用这些资料 根本没有人知道 因为当我们今天去 所有的人都把我们的这些资讯 交给Apple或是Google的时候 那可是却没有去做一个非常明确的规范 说到底这些资讯可以被怎样的使用 那未来就是我还可以去 比如说政府做出事情 我还可以这个国会也还可以支持他 那那这些企业去滥用我们的这些资料的时候 到底我们要怎样的去 去要求他们把我们的这些资料消除啊 或者是说进了他的去使用 恐怕就是一个更大的难题 所以事实上除了去要求要合法之外 也要求说应该要去盡量的 要把这些资料把它去集中化 那当然就是刚刚影片里面也有提到 就是说并不是说完全都不可以监控 我想监控作为一个去防疫的一个手段 其实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那科技的发展我们的确也可以运用 这样一个新兴的科学去协助我们去 就是去对抗疫情啊 病毒 所以病毒是说完全都不可以做 那只是我们会觉得说 站在人权团体的角度里面 会觉得说我们做所有的事情 都是为了人 都是为了要捍卫我们每个人的人权 所以我们才希望大家都是在处于一个 安全的健康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并不能够说为了扫疫时候 我们就可以任意的去践踏人群 我想这样就会有点冷漠倒失了 所以我们其实会不断的在这个过程里面 去提醒大家说要我们要去做一些 紧急的措施跟政策的时候 我们大概都或者是监控的时候 我们都还是一定要去注意到说 它到底是不是有一些比较明确的 比如说符合比例原则啊 就是说你如果真的不需要监控到 那么大的范围 那你是不是就应该要缩小到一个 你有需要收集到的资料的范围就好了 那或者说你是不是应该还是要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场率依据来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你甚至要有比较明确的公共卫生的目标 去正当化 你来去收集处理这些资料的一个正当性 然后你要公开透明等等的 然后包括说你是不是可以设一个明确的时间的限制 像刚刚这个以色列啊或是很多国家 可能都没有告诉你说 那到底监控什么时候要结束 然后疫情结束之后 这些资料又会怎样的被使用 也都没有说明清楚 那这个都是会让你很多人权分离 就是会担心的 然后然后说这些资料 会不会拿去做其他的用途 我们现在都讲是因为防疫 所以我们要去监控 我们要去收集出这些资料 那可是他会不会有商业的用途 他会不会 因为如果是跟企业合作的话 他如果说我们现在大家都可以去 便利商店就可以去买口罩了 那这些相关的资讯 以后这些企业可不可以继续流传 他可能可以继续做其他的使用 这个好像都没有交代清楚 大家当然觉得很方便 因为我们现在都买不到口罩 所以的确如果有便利商店 可以让我直接插卡就去买 那当然是很好 但是可不可以再说明清楚一点说 当我们这些资料被收集的时候 它会不会被存在这些企业里面 它会不会被作为其他的使用 它会存到什么时候 好像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政策 去说明清楚 那这个都是应该要去 就是应该要在整个政策上面 要更公开跟透明的部分 然后当然在这个收集到的资料里面 因为有很多政府就会说 大家不要担心 我们这些资料其实都是命名化的 可是事实上我们其实也会知道 我们也了解说 现在这个所谓的大数据的时代 其实有很多命名化的资料 也有可能可以透过这个资料的比对 或者是去对照你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资料 我就可以再把它重新 变成是 就不是命名化资料了 所以到底所谓的命名化是怎么命名化 以它有没有可能被重新的复原的可能 那这可能都是要去说明清楚的 好 然后或是说当你在使用这些监控资料的时候 到底会不会对于一些比较边缘的族群造成 反而造成歧视的问题 或是一些侵犬的行为 那这个可能也要说明清楚 然后当政府跟其他的一些私人的单位 去共享这些资料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法律的授权 那是不是可以把这些相关的协议 也把它公开出来 那这个 然后到底跟哪些第三方共享 合作这些资料 其实都应该要说明清楚的 好 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这个 就是在监控的这一块上面 我们其实提出来的一些提醒跟注意 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并不是要认为说 全部都不能做 而是它其实就是应该要指合一些 比例原则必要性和法性 以及它还有时间的限制等等 那其实我们讲了那么多国外的例子 那台湾我们也都有很多类似的情况 有杀生嘛 我们刚刚有讲过说那个 就是在那个 轮船的那个事件之后 包括还有那个军舰也一样嘛 就是有很多人都有收到细胞的检讯 那这些政府跟这个电信公司 要来的这些资料 到底是要了什么样的资料 以及它会怎样的去使用 然后会使用多久 好像都没有说得很清楚 我们检讯人大家都收到了 所以这些相关的真的 其实是应该要去掌清楚的 然后包括说我们又去访谈了 所谓的居家隔离者 他们就是只要你如果从国外进来的话 你就是会你的手机就开始被全面监控了嘛 那我就去问他说那你没有收到 他们就有收到一些书面的通知嘛 但是这些书面的通知在里面 都没有提到这个监控的这件事情 也没有提到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什么时候结束 或者是有没有救济的等到 以及我监控的时候 我到底会收集到你手机的什么资料 是只有定位资料还是还有其他的资料 都没有讲 那这个是我们也觉得说 是不是应该要再有更精实充分的 都是同意的部分 当然可能不需要同意啦 因为这可能是一个强制性的 就是他可能因为公共卫生理由 他必须要被监控 但是你可能还是要是让你当事人知道说 你就是已经只在监控状态 而不是让他处于一个 他其实被监控不是他不晓得的一个情况 那除了这个监控的问题之外 我们也有注意到就是说 当然有很多的一些弱势的族群 在防疫的过程里面 很有可能是会被忽略的 或是被排除在外的 那其实不管是甚至我看到说 像在美国 他们可能就很大事 本来就已经对于移民 那美国就已经非常不友善的国家 那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情况下 可能又再去扩大了更多的这些 不友善的措施 然后把边境把这个关闭啊 甚至拒绝这个非法的移民的进入 那其实在希腊也是一样 我们看到说 这样多的这个难民或是移民 甚至是寻求庇护者 那他们呢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实施被 因为他们的国会就通过一个法案 就说我们要把这些人关起来 就说为了要 因为这些人他就是在移动当中 他好像并不是他们的国民 然后可能为了要寻求庇护 他就是来到这些地方 那地方住等等的 那他们就说我们要这个用这个 我们要通过一个法案 然后要把这些人就是拿取留起来 把他关到这个收入座 然后甚至我们应该要执行 就是他们原本的这个难民 其实是比较开放式 就是说你是可以自由走动 那他现在就说不行 我们要把他们就是 有点像就是在关在监狱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把他关起来 就不可以再续续自由移动 然后甚至他也说这个 我们对于这个难民申请啊 批护申请的这个流程要更严格 我们不可以再这么任意的 让大家可以随便的 就可以取得这个身份 然后甚至他们如果要上诉的话 那我们可能都要这个 这个要就是这个程序 就是可能就是以前 可能有很多法官来做决定 现在我们就说那 就一个法官做决定就好了 不需要这么多法官 来去讨论这个案件 那甚至这个 居留的时间 也把它不断的延长 那现在可以变得是 一个寻求庇护者 这些让可能可以被关到36个月 就是3年以上 那这些政策都是 让我们觉得说 它其实让这个难民 跟居留移入者 其实反而是处于这样的一个 在疫情的蔓延情况下 他们是更弱势 然后更不被注意到的 那甚至在希腊有非常多的岛 就是靠近土耳其的一些小岛上面 其实有非常多的难民 他们其实在那些岛上的情况 非常的糟糕 包括他们的用水 他们要上厕所 是他们要洗澡 甚至要取的食物 都是非常困难的 那这些也都是 比较少会对大家 在这个疫情讨论的时候 拿出来去关注到的一些面向 那当然我们就会觉得说 当然防疫很重要 但是这一些人 如果我们完全都不去在意 这些人的相关的一些 激动的人群 那他们难道不会变成是另外一个 防疫的破口 所以你们也会说 事实上当我们再关注到 我们一般的国民的健康权之外 是不是这一些相关的人 也应该要去注意到 他们的不管是基本的用水 他们的一些健康权 也应该要避免他们受到感染 甚至也要给他们有医疗的权利 所以事实上我们 目前没有一个联署的行动 在我们的联署上 或是我们官网上都有 就是要求希腊政府 应该要去确保这一些 尋用庇护者 他们可以取得医疗资源 然后不受歧视 甚至他可以去检验 他到底有没有去感染到 这个新冠病毒等等 在密加拉 小福辛亚的人 其实也是难民 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情况 那他们的情况是 像我们去 我们国际特殊组织去访问了一些 福辛亚的年长者 就发现说他们其实 那边的难民营里面的人 其实都 一方面是 人数非常的多 而且很多人年纪很大 那再来是他们根本都没有 取得相关的一些资讯 就是说在难民营里面 没有人来告诉他们说 现在到底有什么情况 那甚至他们在里面 又流传一些 就是各式各样的谣言 然后讯息 然后他们都觉得很害怕 这样子 就是说现在到底 这个病到底是什么病 然后我们会不会被 赶到哪里 或是会不会被关起来 都没有人知道的 那当然他们在 在当地的那些相关的 比如说他们是不是要洗手 相关的这些 戴口罩这些 也都没有人来告诉他们 那这个都是一个 我们比较 没有去注意到的这些 弱势主持人 他们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那其实当然除了希腊 除了孟家 等等这些人的情况 其实在台湾我们也有一些 寻求疲惑者 事实上也是因为 我们没有办法 那他们在台湾的情况 也是非法的 那这些人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口罩 是用健保食品制 那这些人 有没有办法 顺利的去引得 拿到口罩 他要怎么拿 以及他有没有办法 取得医疗的照顾 其实也不是那么的清楚 然后再来是 我们对于这个 非法入境 或是预期停留的人 我们大部分 会往他们 关到外国人收容所 那开始进行遣返 那在疫情期间 遣返就会 还有继续在进行吗 以及我们这个 外国人收容所 到底也能够做到 这些相关的一些 防疫措施 那这个 其实当时我们就有 发文去问移民署 那他们就说 没有 其实并没有真的 一个一个所有人 收容的人 都去做病毒筛检 但是当然就是会去 提醒他们 就是说 如果有人有症状 所以要通报 等等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我们看到说 事实上 所谓的遣返作业 其实还是有在进行的 就是如果说 对方的国家 还是有接受 飞机的话 那遣返作业 等等 会照常进行 那这个我们也 后来有再去发文 就是问他说 那你知道 你要怎么确保 遣返的 飞机上面的 这些人的安全 就是 因为这个疫情期间 搭飞机 本来就是一个 最危险的事情 那是不是 应该要暂停 所有的 遣返的事情 就是没有必要 一定要急着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把这些 飞法给你送走 但是 对 他就是说 他们有 他们有量体温 他们有 雀行这些人 就是 是安全的这样子 那另外我想 除了难民啊 外国的收入所之外 我们也有 也有想到说 这个有什么回到 另外 大家其实 我们会另外想到的 一群人 大概就是监狱里面的人 就是 除了外国的收入所之外 我们大概监索了 就是 大家之前有 听到说 像中国的一些监狱 他们就有 发生 群聚感染的情况 那 我们现在想说 那就是 台湾的监狱 到底是怎么样 那 这个是 也是AI 发表的 这个 相关的一个 文章 就是包括说 在中非的国家里面 其实 因为他们 有非常多的监狱 都是 就是收入人 我们的人数已经超过了 他们原本 最终可以容纳的人数的两倍 所以 你就会看到说 那里面的公共卫生的情况 是非常糟糕的 那 不用跳过去了 好 所以 当时其实也有 针对这个 中非的一些国家 要求说 这个政府也要去确保说 他们相关的一些 不管是被任意逮捕的 或者是因为行政的 这个 逮捕的人 应该要去释放他们 他甚至有一些是 就是 他还没有进行审判的 就被收容的人 或者是像 被关在街里面的小孩 那 是不是也应该要 让他们 就是 被释放出来 或者说 有没有可能 他们可以 不需要关在里面 他们可以有其他的一些 不管是披露场所 或者其他的地方 可以去住 等等 然后像有一些 比较健康情况 比较糟的 或是年长的人 那 可能可以让他们 暂时 或是有条件的释放 等等 我想这个监狱的部分 也许 那个 潘怡等一下会 讲更多 关于这部分 好 那时候 就是 我们就有发文去问 那个 矫正署 就是说 那我们 关于疫情的部分 我们这个政府的 臭事社 他回给我的公文 就是一张纸 就是说 我们就是 依据这个 矫正机关因应 COVID-19的管制措施 还有什么 蓝书笔 那我就上网去查 这个 所谓的 这个 管制措施 指的是什么 他其实就是 比如说 工作人员 前面有讲说 什么一些 教育知识的 就是 让他们知道说 什么样 勤洗手 戴口罩 然后 再来就是 就是对工作人员的 健康管理 就是 进行追踪 然后要 确认他有没有发烧 他就是 跟我们刚刚进来一样 要有量体温 这样子 SOLO人 就是 也是一样 就是 如果有新的SOLO人 就是要确认说 他是不是从哪边进来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说 事实上他跟高 外国人的SOLO一样 也是 应该是没有 就是 应该 看起来都是没有 全部去做所谓的 筛检 大概就是做 体温的两侧 这样子 然后跟 有没有所有人戴口罩 好像 好像我也没有看错 就是说 注意卫生习惯 就这样子 那这个大概就是 我们在 往訪课的管理 就是会问 留室啊等等 就这样 个案通报 如果有个案 有发现的话 就通报 那这就是我们 方文得到的答案 好 那其实那时候 台湾的那个 民间团体 监索关注小路 其实当时有发了一个声明 也是去呼吁 找证署 其实对于监索 其实也应该要 比如说这个 有一些他们的确 刚刚的回文有提到 进出监索的人的 情况的掌握等等 但是像这个 比如说心理支持的 相关的一些 就是在刚刚的 回文里面 比较没有去提到的部分 然后或者说 因为我们的 很多监狱的空间 其实是非常老旧 甚至是 我们其实也都有 操受的问题 因为我们 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监狱 大家是睡在 地盖上面的 就是 我们的那个荣耀 很多关系 远远跟中备 在国内 可能没有那么长 但是也差不多 就是 远远超过我们监狱 原本的可以 可以容纳而容纳 所以我们的 公共卫生的状况 也不是那么的好 那 所以 到底有没有办法去 做好 就是 比如说我们办公室 可能大家会说 要分留 上班 那可是 这样的一个 监狱的情况里面 恐怕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些事情 那 其实在刚刚那个 所谓的我们 对于中非的那些国家 的呼吁 就我去提到说 那其实有一些 清碎的人 或是一些生理中 都比较差的人 是不是可以考虑说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你有必要 非得要把它 持续的关在那里吗 是不是可以先考虑 暂时释放它呢 或是怎么样 那甚至说我们的医疗的 痴犬到底有没有装作 然后 还有 像之前我们有看到一个新闻 是 检索 也在帮忙做口罩 那这些人的 劳动的权益 有没有 或者保障 到底有没有超时工作 这个好像 也不是那么的清楚 然后每个人 检索管理人员的防护 措施到底够不够 然后 还有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用 因为防护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说 啊 那个 搭人权组织都不可以来探访 就是 这个大概是 当时的 台湾的民间产体 有提到的一个 相关的事情 那所以 事实上你又看到说 我们政府的 相关的问题 的确他们有注意到一些面向 但是事实上 这方面的讨论 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多 然后 我们很多时候 每天的这个 记者会上面 也比较少在关注到 这些相关的议题 然后说 游民的部分 就是 很多 国家 都叫我们 要呆在家里 但是 我没有家怎么办 我就是没有家 我怎么呆在家里 那我们也去问一下 我们的 贵福部 游民的措施 请问是什么 他就说 我们有去发口罩 然后 还有就是说 这个 写那个中途 就是游民的收容所 可以 这个有所谓的什么 应变作战计划 这个我没有去查说 到底是什么 然后 如果他 有需要 这个 有需要 安置 要隔离的话 那 可以被安置到防御旅馆 但那时候 有被人家 質疑说 因为防御旅馆 费用很贵 那他后来 他这边有写说 如果要收费 他们会协助 这样听起来 是比较容易一点 那后面是 我们还有问其他的 一些关于 老人跟那个 身心 障碍者的 就是一些 医疗 叫什么 他们住的地方 长照机构 因为那时候就是 所有的 长照机构 没有跟医院协中禁止家人去探访 所以事实上 有很多人 可能 在里面的情况 就也不是 这可能 只因诊打电话 去了解 你家人的情况 所以就是 那时候我们有 身边法委员去问等一下 那这些相关的措施 是什么 还有那个 医疗人员的 脑洞权益等等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 AI 其实针对 发了很不少的文章 但是我想 我就不大可能 在这边 说了 一一的去提 那其实 包括说 有很多的 国家甚至借持来 去限制人民的 职位游行的权利 不管是 中国 香港 甚至是 印度 就是你在贴后方面 职会 这种职会 可能都是非法 可以立刻被逮捕的 那除了这些之外 其实 你也看到说 有非常多 一些国家的 记者 就是跟中国 一开始很像 就是他们发布一些 相关的 疫情的 报道 然后就被 他们的 政府 就是说 要把他们 关起来 不然就是 呼吁 大家去制止 这些 写文章的 这样子 就说他们 是比恐怖分子 还要糟糕 然后也有人 因为这样被捕 就有非常多的一些案例 埃及也是 有左边级被逮捕 因为他发布了 他指引官方发布的数据 然后委内瑞拉也有 就是被控三货仇恨 三货犯罪 等等 周日齐也有 然后印度也有 都是记者 就是因为报道这些相关的之处 然后就被以这个 不管是 假讯息 或者是假新闻 然后就是 把他们做一些 就是 逮捕 或者是 等等 然后匈牙利 甚至他直接去修备 他们国家的刑绑 就说 如果你散布 这些虚假的消息 来去妨碍 这个对抗病毒的话 那可以把你关 五年以 最高可以五年的 这个刑期 然后 反正就是 很多这样的例子 所以你会看到说 在这个疫情期间 其实 当然我们看到说 有非常多的 政治单位 或者是医疗人员 其实都非常努力的 共同在去对抗 这个 要去控制这个疫情的 扩散的感染 但是我们也的确有看到 有一些政府的一些措施 恐怕愉悦了他们 原本用来去说 要来防疫的这件事情 这些事情 这不就是 散布这些虚拟 事实上 就是为了要 让你的防疫 可以再更有效吗 可是事实上 他们却去潜质 这些人的相关的原论 好 那我们仍然不断持续的 再去做一些呼吁 就是说 我们认为说 所有的防疫的措施 其实还是应该要是 很一致的普遍性的 你不应该只针对某一个 单一特定的族群 去做一些差别的 歧视的动作 然后你也要符合 对异认者 不是你的这些措施 其实应该要是 很一致的普遍性的 你不应该只针对某一个 单一特定的族群 去做一些差别的 歧视的动作 然后你也要符合 对异认者 不是你的这些措施 其实应该要是 可以被问责的 可以被监督的 而不是都不能够被制服 然后你也要符合 然后我们也要注意到说 这个疫情的 它是一个全球的事情 它不是任何一个 单英国家关起来 就没事了 当然我们现在有点是 台湾同志自己 但事实上你接下来 如果国界要开放的话 它就是一个全球的事情 所以不可能 大家就是要注意到说 它是一个全球 必须要共同一起來合作的事情 所以比如说WHO 是不是就不应该 不要继续再把我排除在外面 然后这个我们也要去注意到说 我们要去看 比较长远的未来 而不是只是一直关注到说 反正我们只要现在 先把疫情挡下来 就看一些 比较短视的效果就好了 事实上我们要去注意到说 很多这些措施 它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未来的一些 生活的样貌 生活的形态 所以我们可能要 思考的更远一点 那 然后不要做一些 可能会伤害到 特地主群的一些政策 比如说我们 台铁的政策 到底是 对啊 到底是想要去 维护我们的 这个黑白棋盘的 漂亮 还是说真的是想要去 是为了防疫 还是说 还是怎么样 就是不是那么希望它 这个永久的 不能够吸力的做的 这样的一个用力道行 那 这个我也是先一起交流 好 那就是 顺利也介绍一下 是我们目前 台湾分会 在进行的一些工作 那就是除了 在翻译非常多 总部关于新冠病毒的一些文章 以及我们 我们也有去 发文给我们 相关的一些部分 了解说 我们政府对这些事情的 一些相关的 真正的措施之外 那事实上我们 每年年度发表的 人权报告 还有死刑报告 以及接下来 一位联工约 明年一月要做审查 所以我们也在撰写 影子报告 那这些相关的 跟病毒有关的议题 或是其他人权议题 就是目前 在台面上 比较没有被大家 拿出来 优先讨论的事情 都会写进去 影子报告里面 然后还有 就是我们目前 持续有在关注的 像邱和顺爱 我们不晓得 我们是一个子晴汉 然后目前我们在 呼吁总统 那有特赦他 那当然还有被 关在中国的隐民者 我们也是仍然 持续的不断在关注 然后看看哪里 可以做什么 那当然还有刚刚提到 像难民的 这个议题 我们也不断在 呼吁政府 可以通过相关的法律 那我们接下来 620的世界难民议 我们也会有一些活动 那也欢迎大家 可以持续的关注 然后我们网路上面 也都还有一些连署 往后说 这个一些 有些换卫者的 相关的声援 还有像刚提到 希拉难民的 一些连署 那也都很欢迎大家 可以上网来去 加入我们的连署 那我就分享到这边 那接下来 请那个 欢迎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潘怡 崔瑞正是包山包海包水敲 怎么那么多事情啊 我跟殷琳其实 我们的组织有一点点像 我们的组织有一点点像 就是做的事情有一点点像 但是因为AI实在是太大了 刚刚没有听 有八百万支持者 那你自己说看人权 交了多少工作人员 快点呢 大概 大家知道 好 我是国际人权雷鹏的潘怡 我是东亚地区 这个东亚计划的主要的负责 负责人 然后呢 我待会会介绍 你不要急 哪一个是下一页 这个 好 我要说一下 为什么叫FIDH 它其实很复杂 因为 英文是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所以再怎么样缩写 它不会变成是FIDH 然后呢 我本人不会说法文 但是终于学了一句法文 FIDH的法文全称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ois de Liderontes FIDH 但是因为我最近又改名字了 因为法文很复杂 它有阴性良性 然后 那个 human right right for men 这件事情 men 它有一些我们的 有心别上的问题 到底是 男性的man 还是统称的human 这件事情 所以 前一阵子又改了名字 所以 那个名字缩写下来 好像也不是FIDH 所以呢 就有点复杂 但是 就叫FIDH 台湾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它是什么 但是慢慢的 就希望大家可以知道 所以我前面花几张slide 来介绍FIDH 好 国际人权联盟 我们是1922年成立的 它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老的NGO 它是在二战结束之后 那一战结束 对不起 一战结束的那时候 有一个也是人权的律师 然后他就决定要跟其他人一起 主要 主要当初成立是为了要反犹太歧视 就是 那时候对于犹太人的歧视非常严重 所以他们要成立一个组织 就是 来支持犹太人这样 那从1922年开始 有十个团体加入之后 就开始不断的陆续加入 加入来加入去 那到现在呢 我们有192个组织 是我们的成员 那他们分别来自117个国家 那台湾是什么时候加入FIDH的 这你应该知道 2007年 2007年就加入了 OK 我是2018年才到FIDH 那我们总部就是在巴黎 没有错 刚刚Sophie有说 那但是因为我们的工作 其实 我觉得102年 我没有仔细说 因为他们做的实质太多了 跟10的很像 我们其实常常也要去联合国里面 针对一些议题 提出我们的意见 他们会询问我们的意见 那所以我们在联合国的日内瓦根 在纽约都有我们的工作同仁 那在我们的欧洲议会 也会有我们的工作同仁 然后甚至在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就是国际刑事法庭 然后也有我们的工作同仁 他在海亚 他在荷兰的海亚 那我们的African Union 就是非洲议会 也有我们的工作同仁 然后有关于亚太区域的 亚太联盟 那个我们有工作同仁 就在曼谷 然后还有工作同仁 在图尼斯 但是我在台湾台北 我们这里面有成立正式的办公室 因为台湾对于INGO 要来注册成立办公室这件事情里面 我特别的友善 就是蛮复杂的 对对对 有一个INGO的中心在台中 应该现在是文字馆 我相信 所以我们 我当初 我们FIDH当初 在台湾有一个工作人员 其实是跟我们的会员组织 就是台湾 台湾人权促进会一起合作 所以我的办公室 在台湾人权促进会的办公室里面 一张桌子 那时候 逸琳还在那边工作的时候 她是我的邻居 她就要有隔壁 所以我们俩感情特别好 这是我们亚洲部的三个工作人员 左边这位白人男性 她叫Andrea 她负责整个亚洲区域的 她是整个亚洲区域的主管 她base在曼谷 那我负责东亚区域 东亚区域 包括了日本 台湾 香港 中国 南韩 跟北韩 我还要露掉哪一个吗 我怎么会问你啊 然后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工作人员 反正他们就是分剩下所有其他的这些国家 有颜色的这些国家 总共有18个国家 然后有31个会员组织 所以我负责 这样这样这样 哎 中国很大一块 好像看起来哇很厉害 那他们负责其他的这样 那因为我只有一个工作人员 那其实议题真的是包山包海 那我真的没有像伊林这么厉害 可以处理这么多事情 那但是因为我们组织它其实是主要就是要保护 要维护 要保持我们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我们的人权普世权里面所有的人权 包括了 那主要的重点我们有七个是人权捍卫者 然后民主跟自由 女性的权利 然后这个是那个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性别 性别的歧视 跟性向民歧视的部分 然后还有难民 然后跟对于国家 救责这件事情 或是跟有一些人 常常做了一些很多很坏的事情 都免责了 所以我们就在国际警察庭 想要处理这件事情 那第七个是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就是企业与人权 然后最后一个呢 是因为这是我们2019年的一个统计表 2019年我们国际人权联盟 刚刚Sophie有讲 在台湾举办了史上第一次的年会 它不是第四十年的年会 是第四十次的年会 那我们年会是三年半一次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们其实 现在是九十八年的历史 所以呢 Anyways 有很大一部分 我的工作去年 是在处理这个国际年会的事情 那我们2019年一整年 做了蛮多paperwork 你也知道 如果要三个人 处理整个亚洲区域的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很多时候在第一线 比如说去街头抗争 然后开很多场记者会 然后串联很多事情 我们很多时候就是 把我们的会员组织 跟我们反映的事情 我们做街场 我们合作 我们发表声明 然后把声明寄到那个国家的总统 或者那个国家发布部长 那个国家的 I don't know whatever 英零署 跟他讲这件事情 你们应该 你们不应该这样做 我们要求你怎么怎么怎么做 所以我们写了很多press release声明 然后有很多紧急的声援跟救援 然后还有一些UN联合国的报告 然后还有一些 我们自己做的探访的访查报告 那这些报告 其实就是你要去到当地 然后去表解当地这些议题 跟这些会员组织一起合作 然后才能写出报告 所以我们2020年绝对没有办法出任何一本报告 因为2020年本来我应该要去的地方 现在全部都不能去 所以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 因应疫情的关系 我们整个就是2020年的计划打雕丛链 重新再想开可以做什么 这些是我们曾经发表过的报告 有关于 这个是土地权的问题 然后有关于 什么死刑 然后还有 有关于泰国 不能够 不能够 污蔑皇室 这件事情也出了一本报告 有很多言论自由相关的事情 这样 好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那个去年 2019年10月发生的 这个国际人权年会 那就是我们所有的会员组织 都会派代表来 所以是台湾第一次有 大概有 超过一百多个国家的人权组织 最代表在台湾 然后也是台湾第一次 举办这么大型 由人权工作 NGO议题为主的 这样子的大型活动 然后伊林那时候很辛苦 伊林在这里 所以这是在远山饭店 然后我们觉得那时候 在远山饭店办 其实也有蛮重要的历史性的意义 虽然它常常都被大家觉得 是一个威权的象征 但是其实有台湾蛮多 民族转型的重要的历史 那个历史的关键时刻 是在那里发生的 包括了民进党主党 其实清民党也在那里主党 好 这个是我待会要说 我们这次FIDH的 这个for freedom campaign 其实我今天被找来 据说只是要来讲一下 我们做了for 在疫情 这段期间我们有什么 我们这个campaign到底在干嘛 我把它做成一个精美的QR code 那手机现在可以拿出来 打开 扫一下 就可以直接联络我们的网线上 好 那其实这个不是我们第一次 发起这个for freedom的这个运动 其实这个运动第一次发起 是在2014年的3月27号 那是因为我们呢 我们的会员组织里面有非常多的人权工作者 他们真的是在非常辛苦的环境中 在求生存在做人权 我们发现我们超过十几位的 我们的会员组织的主要的负责人 全部都被关了 全部都被关在牢里面 我们觉得这太不可思议 我们到底我们一定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就发起了一个for freedom的行动 希望是we speak out they walk free 就是我们发生他们自由 其实我们连生都不用发 因为他其实是希望我们呢 到这个网页上 你就会看到长这个样子 然后你就看到左边那一排是所有 是不是相关的社群媒体 你可以用脸书 你可以用twitter 你可以自己设计你的hashtag 你可以记email 不是要点到这个人的个案 这个是李明哲 我们今天晚上会发李明哲个案的 这个最新的消息 然后你只要点进去 他就告诉你他什么 他在哪里 他是哪一个单位的负责人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检进 我们可以这么做 所以呢 这下面就是 这个国家的总统 你就点下去 call out to him 点下去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tweet quote他 或者是直接寄到他的信箱 然后就指明到信 跟他说 我要求你直接现在释放他 所以我们这个网上做的 我不知道现在你们手机上的网页有没有跑出来 因为他有时候跑得有点慢 有吗 有有有有 谢谢谢谢 对对对 你就左边那排随便 你有twitter 正好你用twitter 你有脸书 正好你就用脸书 你就点进去 你就可以发给很多人 然后就是这样 就是把它设计成一个很简单的页面 然后这个意象就是 你知道台湾人不太用twitter 但是国外的很多运动 运动的社群媒体最大众的就是用twitter 所以他用twitter的hashtag排成了一个阶梯 让他们可以走出这个危机 那这一次是因为 这一次是因为FIDH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陆续都还是有很多人身捍卫都还在牢里面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把他们关在这个卫生环境这么不好的监狱里面 如果发生了大型的疫情的爆发 那其实就等于判了这些所有人的死刑 所以我们要求政府无条件 所以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政府 全世界的每一个政府 都应该要无条件的释放人权捍卫者 因为他们不是犯下了什么很了解罪行 而是你们只是不喜欢他讲的话 所以他们应该要无条件的被释放 那从那个我们一开始campaign发起到现在 总共已经有41位的人权捍卫者被释放了 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厉害的事情是 就跟NI一样 我们其实不只是要求要这些政府释放人权捍卫者 我们我其实看到声明的时候也觉得还蛮厉害的 就是哇我们其实要求政府大规模的释放所有的在间的囚犯 因为刚刚叶琳说你那个照片是200%吗 不好意思泰国是300%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超收的状态是300% 那只要大规模爆发起来没有令人祸 就是我不能这么说 因为我只能说就是那里的状况会非常非常的糟糕 所以政府应该要在这个时候保护这些 包括人权捍卫者然后包括牢里面的老人 然后行动不便或者是已经身体健康上有状况的这些囚犯 应该让他们暂时或者是永久的被释放 那这是我们针对这个疫情期间发的这个声明 那我就把它翻成了中文版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FIDH网页 然后看这个声明 其实厉害蛮无聊的 那我们的网页看声明喔 超无聊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伊林你们的团体应该也是吧 就是一个声明有一大堆不同的语言 像我们这篇就有阿拉伯文英文西班牙文法文 然后俄罗斯文跟土耳其文还有中文 可以做成精美的短片 对你们有人可以做成精美的短片 然后我们FIDH最近其实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对疫情也还蛮酷的吗 我刚刚说点击进我们网页看声明很无聊 对不对 我们要做一个网页 把我们所有192个会员组织 针对疫情发出的声明做成一个网页 你说是不是极无聊于大全 把所有的无聊 也不是无聊 就把所有我们会员组织 针对疫情 对国家 对政府 对不同机构 发出的声明 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让大家可以快速的找到资料夹 我是不知道 因为我们刚刚那个网站 其实有中文版跟法文 对不起没有中文版 有英文版跟法文版跟西班牙文版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这一次的网页 会变成什么状况 但是我相信中文的 可能没有办法把它什么 翻成法文 再翻成西班牙文 中文的可能就是总文的 因为我们的好伙伴 就是我们在台湾的会员组织 是台湾人权促进会 跟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 在疫情期间也发了不少这个 相关的文章 那我其实刚刚听那个伊林讲的时候 我觉得有很多点我都想要 那个时候好想要跳进去回应 那我就现在跳进来回应 虽然时间都已经过了 就是有关于电信监控这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还蛮恐怖的 就是有之前在外国人还可以进来台湾的时候 就我看外国人写文章就说 他不是说什么有人要来通知我联络我 然后给我 就是要对我居家监控 然后我不可以离开家门什么 为什么都没有人发手机 发什么东西给我 也没有给我什么追踪设备 那外国人傻傻就以为没有人在追踪他 他一跨出家门电话就打来了 然后原来是他手机已经瞬间被监控 他自己都不知道 我觉得他就觉得 哇台湾好棒棒 怎么可以这么清明然后又便利 然后我瞬间想到的事情是 哇台湾好恐怖啊 怎么可以外国人都不知道 他们已经被监控 自己都不知道 然后有关于你说像王全璋 跟王全璋的例子嘛 王全璋被释放 但是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不可以回家 他被关在 反正 他有份 对 哪里 反正就不是他老婆跟小孩住的地方 关了好久 二十几天 才得以回到 跟他老婆跟小孩见面 那相隔了五年来七年 他被关了不到五年来七年 很久的时间 那李明哲也是啊 你看疫情的关系 从一月到现在 他家人没有办法去探望他 那除了李明哲之后 我们讲秋和顺好 就在台湾 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刚刚 小心啊 要不要戴口罩 刚刚你不是说 你去发文 问了矫正数一大堆吗 我跟你说 他们简直就超前部署 因为我带着我的朋友 要去看秋和顺 但是台北看守所说 他们还查 就是要看那个身份证 然后身份证 就直接也连线 也直接连线到出入境管理的部分 他就知道他16天前刚从荷兰回来 但是他已经居家隔离晚了喔 他好像16天还是18天之后才去看秋和顺 他说对不起喔 我们的规定是30天后才能来看 但是这个新闻 这个规定 这个消息有公布吗 没有 有公布看到网站上吗 没有 所以 这是不是也影响到 如果这是他的家人 如果是阿顺的家人 他过去 铺了个空 也没有办法看到秋和顺 我觉得这也都是一些超前部署 好像听起来很好听 但是有时候太超前也有可能会影响受刑人的权利 或者是受刑人的家属探监的权利 然后最近还在台湾还有很多事情 是比如说有关于移工 移工在台湾他们的签证到了 他们的工作签证到了 但是他们回不去 那个时候很多飞机没有再飞 回不去 那怎么办 那他们到底可不可以不要到收留人中心 他们可不可以不要去收留人中心 可是不记得这个地方 政府不是有延长他们的聚養 他们是有怎么说呢 工作签是工作签 但是政府延长的是 比如说外国人来台湾观光的 那个有无条件 好像一次三十天 有一直renew 但是我就说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 对不对 一开始的时候就被卡住 到底有怎么办 那就要个案处理 个案每一个就要去写信给因素 不管你说这个个案到底怎么办 之后才慢慢开始 那有关于比如说 我昨天去那个跟我的外国朋友们 小聚小聚 现在讲的机会都很敏感 小聚一下 他们都是外国人联系 他说现在台湾我终于感受到歧视了 因为他们其实一开始在台湾的时候 他们拿着ARC 就是外国人工作 他们是没有办法去拿口罩的 但是之后慢慢都有变OK啦 但是像ARC 现在好像是不行透过 就是一开始不能直接 一开始不能直接往路运动 也是之后也是隔了好一阵子吧 但是我就觉得台湾相对来说 算是已经很棒跟很快了 那刚刚来这边之前 遇到一个在做香港议题 最近香港议题的人 我就想哇 在疫情期间 我们之前有很多香港的朋友 可能即将要受审 或者是怎么样 他们希望可以先来台湾 但是现在疫情的关系 他们也没办法飞来台湾 因为台湾现在是完全没有 让任何外国人进来的状态 那这些人到底要怎么办 他们要寻求政治庇护的下一步 到底是哪里 就是政治难民这一块 在疫情期间真的是很辛苦 那还有有关于 好 我继续讲 还有有关于比如说 女性 女性在疫情期间 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大家应该都有听到一些消息 就是家暴的比例增高了 那然后在疫情期间 比如说女性的 他没有办法选择 选择他的生育与否这件事情 在疫情的时候 他可不可以选择去堕胎 那堕胎相关的这些医疗的 医疗的时间点 会不会因为疫情而有所改变 或者是医疗的这些地方拒绝 拒绝在疫情期间 就是接受处理这样子的case 其实也有产生一些问题 所以FIDH其实也针对了女性权益 跟她们有关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 就是关于去产检 或者去妇参科 或者选择生育的这个权利 也有写一篇生命 然后还有我刚刚讲的这个是泰国的部分 就是超收300% 到底要怎么样保证 这些收容人的健康安全 因为其实政府要100% 付其收容人健康这件事情 所以在疫情的情况下 你没有办法出去的时候 你应该要让他们得以离开 那还有什么 有关于刚刚其实10有讲到罗欣亚人 他们在Bengladish的边界 那之前有一些针对他们特别施行的一些 一些命令或者是一些措施 比如说他们会把他们的手机 或者他们的SIM card拿走 那就表示他们其实没有办法 对外有任何的联系 那还有一些这个封锁国境边界 或者是进出难民营的管理这件事情 也变得更严格 那就造成很多人道组织 他没有办法进去 然后提供相关的协助 提供粮食 提供健康上面的一些advice 所以这些我FIDH也有发声明 然后接下来这个最后一部分 最后一部分就是 逸琳说我要讲一下我们最近未来发 要focus在什么事情 那除了刚刚逸琳有提到的邱和顺案 然后北韩真的蛮难切入进去 我们也有尝试着 开始在跟南韩的一些人群组织 处理北韩的一些人群的议题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一带一路这件事情 台湾我说认真的不太确定 台湾人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了解我多深 但是它是一件超级超级大 跟超级超级恐怖的一个计划 那大家常常都在讲说 一带一路它针对其他这些国家 等于就是用债来控制这些国家 用债来换取它们所需要的一些resources 不管是港口也好 或者是油或者是矿等等也好 那我们其实东亚计划 最近要处理的事情是 我们要说一带一路针对人权的侵害 它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人权侵害 比如说一带一路在辽国 已经盖了现在正在盖了还有六十几个水坝 那水坝会造成整个水流 跟下面这个湄公河其他区域的农民 他们的生计跟他们生活环境非常巨大的改变 这会影响到他们的居住权也好 然后他们的工作权 然后包括土地剥夺 他们瞬间就要盖这条铁路 瞬间要盖那条高速公路 瞬间要盖一个港口 瞬间要盖一个机场 常常会有这个 就是被剥夺他们本来居住土地的问题 然后有关于环境的影响 然后比如说政府有没有透明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不定时的 我们只要整理好足够两页左右的资料 我们就会想要出一个 这个叫做BRI Watch的一个电子报 那希望就是用比较简单 然后字没有那么多 虽然我觉得字还是看起来很多 然后可以用十分钟里面可以读完的 这样子的形式 来简单的介绍 也不是介绍 但简单的跟大家报告 最近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 在哪一些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 造成了什么样子的人权侵害 这是未来我们会主要focus的一部分 好 我讲完了 好 谢谢两位掌者的演讲 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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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掌者 这个人权工作 其实真的是吃力不太好好的工作 但是很重要的还是要说 让他们知道说有人在关心这些议题 不然的话你不知道他们会 就是倒退到什么样的神秘度 而且很多东西是你这个权利 所以一旦是你让出去了 你要再收回来 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 所以这些人权工作 其实真的对台湾的社会 还有就国际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就是在听了这些部分以后 然后我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想要提问 或者是说你们有没有想要就是在 针对这一次的疫情里面 你们觉得会有一些疑虑的地方 你们想要提出来跟两位掌者一起讨论 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部分 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次做得很好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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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就是谈一谈 谢谢 我讲几个有点困惑的地方 好啊 首先就是假新闻的部分就是 其实台湾的话在传统的那个防治条例法 就是它其实有规定说就是 其实我们不能散布 关于疫情不实的这些群人 那它其实是会做一些罚金 就是会有处罚这样子 就是可是如果说你今天 我觉得它今天如果它真的是散布假消息什么 我觉得是真的需要去处罚 它并不是去限制你的言论自由还是什么的 就是这是应该去处理的 然后还有一个 你知道客户的点是因为就是你们 大家有宣导的时候就是希望 可能监署里面的人 他们其实如果是高风险或是轻罪的人 他们其实是应该得到释放 因为我们是担保他们的健康权嘛 可是刚刚又提到说 不是有人想要去探视吗 然后可是它规定你是三十天后才能去做探视 可是这个规范就是去确保里面的人安全 这件事情就是 可是你们又觉得说他们的权利不应该被 探訪的权利不应该被牺牲掉 可是这就是他们的规范 他们就是藉由这个规范 然后去保护里面的健康这样子 而且同时就是 如果就台湾人员的话 就是现在的 因为台湾这一次的防疫的主要措施 它就是没有要做全面筛检 因为这个筛检的 就是其实效益不大 然后所以它就是透过 人民的旅游时啊接触时 然后就是去只针对高风险的主人去做筛检 所以 呃 那监索里面的人他们都没有出去 也没有去做旅游什么的 所以他们在里面 本来得到这个疾病的风险就是比较小 而且同时他们就是有 我是觉得他们的规范蛮好 就是他们有就是对就是 坚守人员啊还有进出的人去做 严厉的那个管制 所以我就是有点 不太确定说 这些轻罪的人是不是应该要得到释放 因为毕竟他们本来就是有罪 就是 对就是有点 有点抵扣的这样子 对 然后我是知道就是 美国他们好像是有针对一些高风险的族群去做释放 就是 如果你有些什么哮喘啊 或是一些呼吸道的疾病 你是可以去做申请的 对这样子 这是一个韓国讨论的讨论 两位大家要不要回应一下 其实除了美国之外 阿根廷、智利、伊索比亚、印尼、伊朗、图尼斯、土耳其 很多国家其实都在疫情的几天 有大规模的释放囚犯 那有关于那个 就是规定是14天嘛 检疫期是14天 然后他自己超前部署30天这件事情 我其实没有觉得他们要 我觉得他们要怎么规定都可以 但是这规定他们不可以 他们不可以都自己私底下这样的规定 然后人到了现场之后才发现是这样 他们没有在网路上公布这件事情 然后这个规定他有没有愉悦了 或者是在靠比例原则的问题 他有没有有必要这么长吗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觉得很好笑的是 因为我们是去看房邱和尊 邱和尊是一位死刑犯 所以你不是跟他在公开的空间 你是完全在一个 你在一个密闭的空间的这一段 他在密闭空间的那一段 你们两个是隔着就是那种电话 所以我是完全不可能遇到他的 他我们在接受 比如说量体温交身份证的时候 才会遇到 会跟他接触到的这些接受的管理员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到了现场就发现 诶 我的朋友根本不可能跟邱和尊 有任何的飞墨的传染的可能性 我们除非透过眼神可以传染之外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传染到他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早就已经跟那些 真的有可能碰到邱和尊的这些接受的管理员 不论是近距离的飞墨量体温摸到手 交换的笔啊交换钥匙等等这些事情 其实都已经跟这个 真正有可能接受到邱和尊人做过了 所以他这个规定我整个 就是近距离之后整个脏二斤到 我就说我的天哪 这怎么会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我这个部分的回应 就是我没有觉得不可以 但是那你至少要公开在你的网站上吧 他网站上现在是因为疫情已经减化很多 所以我们回复正常六月的什么什么接线的时间 然后那下面全部没有一个 他们自己本来的内规的规定 我觉得这可能这是我那一天 比较觉得惊讶了一点 燕燕有没有什么要回应 我就回应那个假讯息的部分好了 就是说的确我们的那个传染病方式法 或者是甚至我们的社委法 都有一些相关的规定 但是事实上也正是由于 到底什么东西叫假讯息 有时候那个定义就是不是那么的明确跟清楚 除非他今天他真的是 就是你很明确知道说他就是恶意在散布一个 就是很明确的充故的讯息 但是像刚刚我举的那些例子 他其实在质疑政府公布的那个数据或低 或者是他在 就是他其实他们都是新闻记者 他们在做报道 那事实上政府却是用散布假消息 甚至像中国的李文亮医生 他也是被用这样的一个散布假讯息 可是事实上他是发现 就是最早发现这个疾病的人 就这些人 这些记者 这些医生 都也被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假消息 假讯息 假新闻 然后被判刑 所以我们只是在提醒说 不可以去滥用这样的一个东西 去限制他们的严格持续 因为他们并不是真的在恶意的 在散布错误的讯息 他们是在质疑 这个政府是不是在掩盖某一些消息 他们只是在进一个记者的 报道的支持而已 可是事实上是因为这些政府不喜欢 他们的严格 所以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 或者把它抓起来 或者是探刑 那我们觉得这样子是有问题的 我想依林亚讲的 应该是以防疫之名 就是吸打压之士 这样子的感觉 对 然后其实昨天我有看到就是在 去年好像有一个堂奖的一个 法则学家 拉茨 然后他好像他们也就是针对说 现在政府这些防疫的做了一些回应 那其实 因为这东西是吸引的东西 所以其实大家都还在认识这个病毒 然后还有在学习怎么样去做这些防疫的东西 那他觉得说在未来的话 可能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去好好现在思考 这些全球化 还有说我们怎么样去以科学的知识 就是说当我们去月月圆做这个病毒 它的传播 然后它的什么 那个incubation 是预成的那个时间什么之类的 然后你再去做一些你要做的措施上面的一个参考 那就像现在我想到就是台湾好像跟那个美国 MIT 还是哪个单位 我有点忘记 那他们就在做一个研究 因为接下来的话 就像刚刚有讲到 我们不能永远的把国家收起来 那我们再来的话 也要可能要有一些商务的往来 或是有些其他的一些往来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到底要把这些人一样观量的礼拜吗 那观量的礼拜 谁会为了要来参加一个展会四天 然后可是呢 他要被观十二天 十四天 对 要被观两个礼拜 所以他们现在在找出是说 最短的那一个就是说防疫期 可能你被隔了一个四天五天 是要看到说他们研究的结果 还有实验的结果 然后呢 之后的话再 你就可以去参加展会 或是去见人 可是你用自主管理的方式 可能戴口罩 或是尽量就是尽量少 在跟你必要接触的人之外的人 做接触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 你用一个科学的根据 然后有一些知识的东西 然后去辅助你来做这一些 措施的一个设计的部分 那可能这就是我觉得 我们现在台湾做的还不错 就是防疫的成果还不错 那我们可以下一步 应该要怎么样再去设计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才要去思考的地方 对 那还有没有朋友想要再讨论一些什么样的分野 你知道你好像没有想到那个清罪的部分 对不对 就是释放那个清罪 就是说虽然的确他们犯了罪 但是可能要去思考一下说 其实真的有很多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清罪的人 他可能是吸毒、酒驾这种 那可能很多大多数也是这种 然后导致我们监狱超收就是很拥挤 然后大家睡觉的时候 给在一起公共卫生状况 堪忧、堪虑这样子 那的确也有的人会质疑说 那如果今天你真的没有做到完全的滴水不漏的把关 那的确监狱还是会有人进进出出嘛 那好他原本可能就是一个轻微的罪情 可是他却因为被关在一个公卫措施 非常糟糕的情况底下 最后他感染了病毒而且死掉 那就是他本来是犯了一个很轻微的罪 可是最后他其实是在监狱里面失去了他的生命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就是你可能就要去权衡说 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权组织在呼吁说 如果就是有没有必要就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如果我们的政府又没有办法 确保监狱里面的公共卫生的情况是好的的时候 那为什么不考虑去释放要某一些 其实可能不必要被关在里面的人 其实我们的声明里面有 quote 就是那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研 他说的 他说就是政府应该释放每个没有充分法律依据的被拘留者 包括政治犯或者是批评反对意见而被捕的所有人 还有移民、难民、政敌、记者、人权捍卫者 那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最先的条件就是公共卫生这个状态 这个客观的条件有没有符合曼德拉原则 有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好的公共卫生的状况 然后再来评估我们是不是要释放这些轻罪 然后非暴力犯罪者 譬如说有些金融罪犯 或者是一些你说的吸毒犯 这样子的这个priority的状况下的考虑 还有没有可以想要讨论一些 我们日本的团体也是甚至有比较比较绵确 他就觉得说那是不是服刑期超过三分之一 然后评估觉得不会有脱跑或逃跑逃走嫌疑的人 就可以逃离海、逃离开日本 就可以先考虑优先释放他们 所以每个国家、每个团体 对于哪一些人应该要被优先释放 他们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比较确定的就是政治犯 然后轻罪、然后政敌、记者、然后良心犯 然后老人、小孩、妇女这些人 在很糟糕的操作的环境下 好像在台湾比较难想想 对,所以我对啊在台湾蛮在想像的 但是我还蛮想比如说点出几个 比如说泰国监狱操作或布吉纳法所监狱操作的状况 你就会很可以想像他们那个状态是什么 对,那时候也有看到 就是他们没有干净的水 然后他们的牢房也没有流通的空气 的这种状况的时候 就介绍了罗多那时候好像有出现一张照片 蛮惊人的就是说那种 就是绑在一起 绑在一起 然后就是这样集中管理 但是我有看到就是前上一上礼拜 好像在美国有个监狱 就犯人他们为了想要被释放 所以他们就是全部大家就用 一起共用一个喝水的杯子 对,喝水的杯子 然后还被交换口罩 所以那个监狱的感染力 好像这个是百分之八十还是什么的 我没有去查 我记得蛮蛮高的 的确是也有这样子的状况 对啊,这就觉得还蛮多 可以还要再继续讨论研绎的空间 当然我相信那个 那个御守那些人 他们也要再去拟定一些执行办法 或什么的这样子 但我觉得台湾应该是有余虑 来去思考一下说 万一真的有相互历情的时候 然后该怎么做这样子 对啊 我突然又想到 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可以送会客菜 你知道会客菜就是在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你可以去探望他们的时候 在路边可以买的菜 那个菜就可以送进去给他们吃 如果疫情之下 会客菜不会是一个很 极有可能成为传染途径的一件事吗 他刚给你的那个回文里面 没有关于会客菜的相关规定 我们那时候去看阿顺还是可以送会客菜给他 这也很奇怪啊 对啊 就是很多东西是有点 其实模拟两可的部分这样子 这样 那还有没有朋友想要提一些意见也好 或者是 好 好 好 請 比较好奇就是 大家有讲到那个公开透明化的部分 但是因为 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目前这个COVID-19 其实也没有办法说 你预期说他到底会到什么时候会结束 所以政府他们在宣导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去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说明说 我可能会用到 用你们这个资料用到什么时候 然后那虽然说他们真的是可以讲说 那我们用这个资料后 之后会怎么销毁 但是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明确的 就是跟你们 就跟大家说 我们真的会使用到什么样子的 就是什么的时间 然后我自己的就是疑惑点就是 嗯 他们 嗯 就我对于就是说他们 嗯 就是资讯他们怎么 嗯 就是我们并没有就是不告 就是刚才有讲到一个就是 嗯 是否有告知他们 嗯 就是他们有被监控的这件事情 但是 嗯 我是知道说他们的那个 嗯 就是那种书面的 书面是有 就是说 嗯 你会就是 必须要留在家里面的那种 嗯 规定 但是 就想到说 那其实是不是 就是 嗯 就是 就是在家里面 嗯 嗯 嗯 要怎么讲就是 嗯 嗯 嗯 我想想看 沒關係 你慢慢想 沒關係 就是 就是 你的人生自由權 是否就是 是要被考虑在裡面的嗎 如果說 嗯 我們不能 不能夠 也不能夠被 就是 嗯 就是如果政府不能規定說 不能規定說 我們 有權利出門 是這個部分 但是 他同時也要考慮到說 是不是其他人 其他人的健康權益 因為這些人他們是必須要被 就是 應該是要有一定限度的時間 被就是 監控在家里面的 因為就是要避免就是其他人的一個健康權益 所以我就比較好奇說 那如果都是要這樣每一個發文 就是說 欸 我今天要去監控你 或是什麼 這樣子的一個 來 就是來回的那種 一種 書信的 那種告知的 可能會不會就是 對就是這個疫情的擴散 就反而會 嗯 就是有更 就是一個阻礙吧 我覺得 我剛剛投影卷裡面那三張子 就是居家隔離的人 或健康管理的人 會收到的書面通知 他們都會拿到書面通知 所以拿到書面通知 所以拿到書面通知 不會是不可能的事情 也不用出信 當面 從一進到機場 他就會拿到那張紙 他的確有說 你要待在家裡 那現在是他那張紙 沒有說 你會被監控 我們急的 並不是你不能限制他的人 甚至有 我們急的是 你要做監控 你是不是應該要告知人家 然後還有你在監控的過程裡面 你到底收集了哪些資料 你會收集哪些資料 已經要用多久 監控什麼時候會結束 是不是也應該要跟當事的 對 我們急的是這一塊 就是說 當然他必須要 居家隔離14天 這個可以理解 他也在上面已經講了 目的是他沒有 他那張紙上就是沒有跟你說 你的手 你的手機已經在我們的監控 這是應該要講的事情 然後以及除了定位資訊之外 你還收集了那支手機裡面的 其他什麼資訊 你應該都要告訴我 其他資訊會收集嗎 然後我的什麼資訊 還會被你看到 是不是一定要跟我講 以及這些資訊 會用到什麼時候 還有就是 對啊 他問有沒有救急的管道 好 如果今天定位系統出錯了 他抓錯那個我的位子 他以為我離開家 可是事實上我並沒有離開 然後這個 結果就要來罰我錢了 那這個時候 我有沒有救急的管道 我有沒有求償的租金 全部都沒有講 就不管是 收集什麼資料 要使用多久 有沒有救急的租金 完全都沒有告知啊 那這個是 我們覺得 省的政策其實是 不清楚的地方 對啊 那的確 人生自由 要收到限制 這個我想沒有人 或是其實這些事情 對啊 所以就是監控跟人生自由 是兩個不同的事情 那也是不同的權利 然後我們比較 目前比較看到 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應該是說 很多國家 都的確用了非常方便的科技 在做監控的事情 可是都沒有一個政府 很清楚的告訴你說 到底收集了哪些資料 資料有沒有分享的第三方 以及未來會不會做什麼 其他的商業利用 以及這些資料 到底要用到什麼時候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清楚 有沒有救濟管道 因為系統出售的時候 要懲罰我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去 要求賠償 所以我根本沒有去那些地方啊 是你 你貴心抓住為止 這樣 這些東西都很不清楚 都很不明 所以這個是 就是我們覺得 在這塊的政治方面 其實 沒有那麼清楚 也不公開 也不通 我知道就是歐洲 有一些國家 它是直接就是宣布 State of Crisis 就是說整個是緊急狀態啦 但是他們有明確比如說 他們從三月中宣布 他們就說他們到六月二十幾號 會結束 那它就是這段期間 政府可以動用很多不同的權利 然後或者去可能修改一些防令 然後去做一些所謂的防疫措施 那當然這個緊急狀態可能還會得延長 那可能比較高高的看到說 他們整個疫情控制的狀況在怎樣 可是在台灣好像就沒有這個吧 我們不知道嘛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CDC會解散 或是什麼之類的 就會停止 CDC不會解散 不會解散 對不起 不是 它是疾管局 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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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灰的感覺 那可是就是不知道說 好像我們會到什麼時候 我們也沒有訂一個東西 那有沒有訂的東西之後 我們密を告告一個延長 或是就是停止 這樣子的狀態 可是歐洲我知道 他們法源的依據 是會比較明確的 那大概是差異可能是這樣 而且可能在台灣 我們覺得說被光一個 兩個禮拜那個怎麼樣 歐洲人都會瘋掉 為什麼這可能比較 因為他們已經習慣 只有控orn沒有 Kontroll 他覺得說政府不應該隨便 隨便限制他們的自由 所以他們正主才會說 你拿了一張單子 你就可以還是可以出門 每天出門一趟這樣子 當然其他餐廳都關了 可是起碼你可以自己在外面走一走 你不至於說會 就是會都被關上封掉這樣子 那台灣的話的確是還是比較嚴格 我們公民也比較守法 守法 對 就不太一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台灣到時候 如果真的有那一天的話 我們那條線要抓在哪邊 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大家 去思考跟討論的一個部分這樣子 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宣布緊急狀態 所以事實上那些隔離的人的監控 應該是14天結束之後就結束了 他不應該持續一直被監控 所以這些東西應該要有一些比較明確的說明 以及就是 其實是可以講清楚的啦 我覺得沒有什麼困難 對 然後說發布那一些細胞資訊 那個細胞解訊也一樣嘛 就是跟大家說明一些話說 到底跟電信公司要哪些資料 以及這些資料是怎麼被使用 我覺得這個就是公開透明講清楚 其實沒有這個困難啊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數據是 目前全球有84個國家 針對疫情發布為緊急的命令 或者是緊急的法規 那有31個國家的這些命令跟法規 限制了表達權 然後有110個國家的這些命令 或者是法規限制了集會權 然後加上有27個國家的緊急命令 是牽扯到了我們的隱私相關的權利 然後還有另外一件事我們超級不爽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4月1號早上宣布我們要donate 我們要捐700萬個口罩 然後還有500多萬個要捐給歐洲 然後我們4月1號的晚上 在我們廉假的第一個晚上 我們的法務部就執行了死刑 我覺得這件事情也是一個很詭異的巧合啦 就是因為平常最... 我們該說 在台灣除了費時聯盟 或者是NGO團體之外 會站出來跟台灣政府說 你不可以執行死刑 你這樣我們嚴厲的譴責你 或是我們覺得你這樣不對的 大概就是歐洲這些國家 那所以呢 你早上送給他們 我還換個口罩 他們晚上看到你執行死刑 他們真的 在外交上面是 就是很難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就整個大傻眼 然後就覺得 好 而且又在廉假的第一天 所以很多有一些辦系處 他們可能是廉假結束之後 才來發聲明 跟台灣政府說 我們強力的 證明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是很有趣的巧合 怎麼說呢 不好說不好說 然後有關於那個隱私的這件事情 我記得胡木琴有寫一篇文章 就是在講在疫情的期間 好像有一個司機先生 他好像就被誤說他可能有帶原 他有感染什麼有的沒有的 然後就變成他好像變成他是那個帶原子 然後感染了誰誰誰 然後誰誰死了 然後這整件事情就是一個 我們到底要公佈多少人家的隱私到什麼樣地步 你要你的個案的例子 是不是提供了太多的訊息 讓這些人可能造成很多生活上的困擾 或是被媒體大肆的報導 大大的侵犯了他的隱私權 跟他應該享有正常生活的權利 好 很多面向大家繼續持續關注這樣子 好那非常謝謝就是今天兩位講者 然後是不是大家也可以給他們一些掌聲鼓勵一下 然後因為這個人權關注真的不太留意 欸 下次人權星期三是什麼時候 就是下禮拜三 喔 是下禮拜三嗎 下禮拜三 下禮拜三 身心障礙已經 身心障礙已經 他每天講對 OK 好沒關係大家可以就是上網看一下 如果說下禮拜三有空的話也可以就是來 那如果沒有辦法的話也可以動動什麼 幫大家轉發一下訊息這樣子 好 那今天也謝謝大家今天來這邊 然後一起討論這個議題 那下禮拜的話 禮拜五還是有哲學星期五 我們要討論的是開放社會與其內外的第一人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再來這樣 謝謝 謝謝